女士们先生们热情打算有请来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两位任正观 有请两位对文雅要挑战的这个项目 系号一下一些相关的规则 今天文雅要挑战的项目是 一分钟箭子前踢后打次数最多 那这项挑战的项目规则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呢挑战者需要在听到任正观的口令之后开始挑战 挑战时间为一分钟 第二呢是挑战期间挑战者需要用脚背将箭子踢过头顶 再用脚掌从身后再将箭子踢回脚背 更做一次有效成绩 若箭子掉落或者是碰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挑战者可以继续挑战 但是呢这一次踢打将不被记住成绩 规则是这样了 听明白了对吗 明白了 那这个项目之前也是有记录的对吧 现记录是在2011年的12月被创立的 对 目前的记录保持者成绩是25个 25个一分钟 我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接下来呢有请两位任务官检验一下我们挑战者的道具 你听我的口令 官方挑战第一次倒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还是 还哪第三次 还是 回头 媒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今天挑战的项目是 一分钟箭子前踢后打次数最多 你今天挑战的最终成绩是 你今天挑战的最终成绩是 27个东西联络的项目 新的金丝世界纪录车号 恭喜 漂亮 接下来我们为同事工作人员 把金丝世界纪录的证书请和来 交由我们的认识官 现场颁发给挑战成功的薛文雅 恭喜文雅 文雅真恨你 谢谢 哇 太有实力了 好的 也谢谢两位认识官 辛苦了 赶紧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现在队长说的话 就是我特别 还想感谢一个人 是我们的现在的教练 木槐良教练 就是为我们的训练 他放弃了工作 你现在的教练姓什么 木 木槐良 他跟您的恩师木老爷子有 是父子关系 掌声有请了不起的木教练 有请 木教练好 主持人好 欢迎 谢谢 那这个证书 接下来我就不帮您拿了 我知道有更合适的人 祝贺文雅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文雅现在有点慌了 胡帝 成绩是教练呢 最欣慰的时刻了 刚才文雅整个全程的表现 您肯定看在眼里 您现在的心情 非常激动 因为这一阶段 我们俩就跟这个标 前提到达 我们训练是七点到晚上九点 两个小时吧 基本上我们俩就是前提后达 前提后达 我口袋里好像还带着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随时带着的 苗表 对 我随时给他抢 一分钟多少 走到哪练 对对对对就是为了他帮助他这次挑战成功 明白 刚才文雅说您把工作都放弃了 发现很多年不提了 就因为我父亲没有了以后 又重新把它拾起来 在父亲病重的时候 曾经三次对我说 博文雅你得管那个花钱对 前两次我 我只是打岔 第三次的时候 他又跟我提到这个事 还是同一种语气 我语言想 考虑想跑的时候 他说话 我跟你说了三次了 你怎么找 老跑的 你这孩子 我当时我说 行 您不用管了 您放心吧 当时我含着眼泪 我答应他 不管有多么困难 我要去管这帮孩子 哎呦 他说宝贝 我就死我也放心了 哎呦 当时也没想到嘛 他没有了以后 我就和家里 赏了 我说咱们这个买买啊 不干了 因为我答应老爷子 咱们以花气为主吧 咱不能看着这帮孩子们 学一个半颤子 没人管了 那哪行 就是这么个过程 接受这个花气队 17年取得了很多 很多好的成绩 我想老爷子看到也会高兴 我们再次掌声 送给了不起的沐教练 送给这支了不起的团队 也送给今天取得胜利 挑战成功的薛文雅 谢谢你们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还能再次看到 你们更多的学员 在这里一展身手 好不好 好 再次感谢啊 谢谢